好的 那么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 刚才志明也说了 有一些人呢 是非常容易成为 这些诈骗手段的对象的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 是容易成为这些诈骗对象 那么这些诈骗行为 之所以能够屡获成功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隆重的请出 伊利诺伊州的王志东律师 来跟我们做出分享 好的 志东律师您请 谢谢 Vivian的隆重介绍 推荐 那个我就接着志明 刚才讲的这个话 我先声明一点 志明讲的这位男性 这个年纪很大的律师 绝对不是我 这是志明大概 其他的什么好朋友 这个关于这种诈骗的事情 实际上现在呢 已经不太骗得到 像我这样的人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 经历过太多了 不光是我自己的经历 更多的是客户的经历 那么我总结客户 这个受骗上当的这些教学 毕竟见得多了嘛 所以呢 在我这里下手的 这个成功 成功就不高了 从刚才 Vivian律师 我们从三月份开始 在Cuphouse上面 这个有 讲座之后 陆陆续续要求 加我好友的也有 也有那么几个十来个人吧 这个和十几年前要求 主动跟我联系的那些年轻美女 已经有变化了 现在找我的呢 都是淑女 经常的是说 我中年 情况呢 已经在发生变化 知道我年纪不小了 知道我年纪不小了 所以大概不会冒充太年轻的姑娘来跟我搭讪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情况 实际上我要讲的这些例子呢 都是我的客户 或者是找我咨询过 这个这方面事情的人 我对他们都非常同情 但是同时呢 我今天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也会讲的非常无情 就是如果我要讲 是些什么样的人 容易受骗上当 损失钱财的话 我总结了 有这四个因素 第一 是空虚 主要指的是感情上空虚 第二 贪婪 第三 恐惧 第四 无知 我讲的这些词 都是负面的词 而且讲的很重 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听的 有没有我过去的 或者现在的客户 因为有些人 这个确实找我 就是办过这样的案子 或者做过这方面的词询 但是呢 实实在在确实 就是这样的几个原因 这几类的原因 这大概是我自己 做的一些归纳 很多时候呢 这些因素 我刚才讲的空虚贪婪 这个恐惧 和无知 这些因素呢 还交织在一起 就是在一个受骗的例子当中 它可能有不止一个 我刚才上面讲的 这个 这方面的原因 我们中国人平常讲的 人都有七情六欲 这个所谓的七情 在这个网上查来的 这七情的准确的讲 叫做喜怒哀惧 爱 勿 欲 当然 还有一个 这个中医的讲法 是另外的几个字 叫做 喜怒忧思 悲惊恐 我们今天讲的 还是讲 这个不是中医的这个概念 传统意义上的 实际上呢 我觉得 我要讲的这些 很多都和我们 平常 人性 一些基本的情感的需求 和人性的弱点 是直接相关的 刚才知名律师也讲到 搞杀猪盘的这些 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团伙犯罪 他们这里边 对人性的一些弱点 有过充分的研究 我相信 比如我们在座的 这些律师和听众 这个而言 这些操作这个杀猪盘的人 对人性弱点的研究 比我们系统深刻的多 像知名刚才讲的 这个实例一样 我讲的是一个 我自己的客人 这个女性 这个离异 我们讲的这个空虚的 这件事情 尤其是感情空虚的事情 大部分发生在 中年人 这个单身的状态 而且呢 这个确实呢 并不是没有一点的积蓄 那么这些人呢 不管是男人或者女人 大概都存在 就是感情上的 不管是正好空窗了 或者是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 这个比较孤单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很容易有人趁虚而入 我在芝加哥的这个案子 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还是很多年以前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当时呢 我觉得你被骗了这么多的钱 那么这件事情一定 应该要报警 有人要管 但是就是你看哈 她是这个一个单身的女性 她过去就是我的客人 出了这样的事情来找到我 详细了解了她很多的情况之后 知道她跟一个男人 在网上交往 从来没有见过面 通过很多字画 也有过视频 然后呢 转钱转给这个人 转了最后 大概不到20万美金 发现有问题了 我们这个搜集了 就是她转出去的 所有的东西的证据 包括转到对方的银行的 这个银行账号等等 做好了文件 交给FBI 这个跟FBI 就是讲这么大的事情 损失了这么多的钱 那么你要立案侦查 这个人呢 有很多的 比如说电话号码邮箱啊 银行账号啊 这些都是可以追踪的 然后得到的答复呢 是这个 FBI在这方面 已经早就很有经验了 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非常委婉的 非常客气的说这件事情 但是基本上就是 forget about it 你原来有的这些电话号码 这些银行账号 这些邮箱的地址 不管是谁背后注册的 你是没有可能找到这个人 然后呢 再把钱拿回来的 尤其所有的这些 大概的操作都在海外 当然很多的可能是在 这个缅甸北部 这个是操作这件事情的大本营 当然其他的地方 像马来西亚啊等等 也有这个 很多就是那时候听说 抓到了这样的人 乘批押解回中国 这个呢 是我讲的一个案件 贪婪在这里边 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不管是感情上 有什么样的 这个沦陷 这个这些都不是 这些诈骗犯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你的钱财 所以在这里当中 就像志明刚才律师讲到的 经常是无意的 流露出来 这个自己投资 有什么样的成就 或者有什么样的机会 必须要分享 必须不能够吃毒食 这个在感情 已经有很多的投入之后 很多这样的人 在交往一断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网上就已经是 完全是老公老婆的称呼 那么已经完全没有了戒备心 在贪婪这件事情上呢 通常就是先赚了钱 小钱 然后赚了钱 甚至有的时候 是钱可以拿得回来的 然后一看 这个进也成功了 赚也成功了 出来也成功了 然后又有更多的钱进场 在这个之后 那就愈演愈烈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那么在这个方面的 由于贪婪造成的这种判断上的失策 失当失误 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我最近呢 还有一个美国知名大学的这个教授 是有很高的学历的 就是美国顶尖的大学的这个 在那做教授 你想想这样的人 他的这个 他的智商 他的对各个方面的这个判断的能力 应该是 应该是相当顶尖级别的人物 但是还是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他倒不是因为感情上什么 完全就是投资 而且是在一个这个就是是正式的投资平台上面 被引入了这个邪道 然后呢 在那个之后呢 就会出现这个赚了钱 又追加赚得更好 直到什么时候发现已经不能自拔 最糟糕的是呢 很多的时候 这个 有成功的喜悦 与别人分享 包括家人 包括朋友 把别人的这个钱也劝进来 一起投资了 甚至有的时候 把贷管的钱 别人暂存的钱 也放进去投资了 那么这样呢 就损失更大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这种朋友亲戚的关系就以后很难交代了 我讲的第三个题目呢 叫做恐惧 为什么这么样讲啊 实际上我经手的案子呢 也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很多的人是莫名其妙的接到了电话 打电话的这一方 说是我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什么什么这个案件的调查人员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你家里的什么人 比如说你的兄弟呀 有些在美国的学生 那么这些调查人员说 我们在调查你的父亲 我们知道你父亲做生意做得很成功 但是呢 他呢 有什么事情是违法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把这个受害人呢 完全把他的情绪就控制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然后说 你要配合调查 你要给我们提供如此这样的信息 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客人 一个女孩子 这个收到的电话呢 是他的父亲在被调查 要他呢 提供一些信息 说如果你配合 那么我们可以 就是等于不追究 或者是减轻对你父亲的 可能的这个调查侦查或者处罚 那么这个女孩呢 就信以为真 除了提供了很多家庭的信息以外 这个完全被家庭电范控制了 就是她是不肯跟她的爸爸妈妈 去讲这件事情 直到她把自己在美国已经有的钱 全都转空了 要找家里要钱 要家里要钱转给她 她再转给这个诈骗分子 是在这种时候 她的父亲呢 才找到我 这个而且呢 这个孩子在当时就是 她的父亲母亲跟她 不管怎么样说这件事情 让她要多一个心眼 让她要怎么样谨慎 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 那么直到柳律师介入之后 然后一步步的帮她分析这件事情 就这种骗局啊 经常是现在其中的时候 是完全 我不知道就有点 老百姓的话讲 就走火入魔一样 是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中间 有什么 披露 有什么差错 一个心眼的就一定要转 她自己的钱转光了 她要家里人给她转美金到美国来 她要 她的家庭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规决的一个原因 叫做恐惧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无知 我讲的最后一点 这个无知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一个人被骗过一次的话 再上当 骗第二次的可能性 应该是很小很小了 但是呢 即便是第一次 还是有很多事情 就这种诈骗是违反常识的 我们很多的人 我自己接上 接到过无数次这样的电话 打电话来给我的人说 我是 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领事 我要跟你说如此这般的事情 那么当然现在 我这个完全是 就一听这样的 就会把这个电话就 就挂掉了 有闲暇的时候 我也会逗他们 我说行啊 这个你是 芝加哥领馆 哪一个组的领事啊 你姓什么呀 你是哪里人呢 我经常跟领馆的 比如说签证组 我去那里办事 或者乔务组 我们要 这个 这个乔务保护的一些事情 有活动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呢 这个 就是 像这样的事 还有很多的电话 是跟 邮寄的东西有关的 经常是 打电话来 说是UPS 或者FedEx的 这个 你的一个包裹 现在在 中国海关卡住了 现在呢 不能够 这个 投递 其中呢 查到了什么样的 非法的东西 等等 就是 但是这些事情 你如果有 常识的话 你如果真有一点 警惕的话 你自己换一个电话 直接给FedEx 或者UPS的 Customer Service 打一下 查一下 你自己 因为经常的 这种事情是 这个当事人呢 确实正好 刚记了一个包裹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 人家打电话来 说我是FedEx 你说我没有 记FedEx 我是记的UPS 对对对 就是UPS 那就顺着你这个 就往下 讲了 因为确实有很多的人 要往 这个中国 寄东西 有的时候是 汇钱 这个 因为 其实诈骗的人 并不知道 你到底 寄了什么东西 或者汇了什么钱 但是因为有很多中国人 经常的 做这些动作 所以 他打电话来的时候 你马上会想到 哟 我汇的那笔钱 或者我寄的那份邮件 出什么问题了 你还 一个劲的想澄清 我那里没有违法的东西 我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人家就 一步一步的要你的 这个各种信息 这个包括 我记得还有 这个 我的一个朋友 很好的朋友 也是邻居住的不远 他呢 老美国了 比我来的还早 有一天 就是 非常紧张的 给我打电话 说 志宗我出问题了 这个 刚才我接到一个 这个 IRS的电话 说呢 这个 我的税 有什么什么问题 他们呢 要这个 对我进行刑事侦查 如此这般 那这样 像我这种 恐怕在江湖上 时间长一点 我们这里 成立是经常跟这个税务局打交道的 你会 你会非常清楚的知道 IRS做调查 从来不会给你打电话 没有 就是任何人如果以后接到IRS的电话 移民局的电话 Homeland Security的电话 FBI的电话 等等 FBI还有可能 FBI也确实有可能打电话 但是呢 就是其他的这个地方说 要你什么配合调查 这个是哪个部门的 这是完完全全没有可能的事情 所有的这些地方 要 比如说税务局要查账 肯定是 这个 一纸通知 告诉你 我们要 做Audit了 这个 做审计了 等等 所以 这些呢 实际上 是一些常识性的事情 刚才我讲过了 如果你 曾经受骗过一次的话 你大概也就会 不会再上当受骗了 但是 这个群体太大了 这个 所以呢 这种诈骗的受害的情况 还是层出不穷 这个 比比皆是 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痛心 也非常同情的事情 但是同时呢 我又 不得不在这里用非常 无情的 言语来描述 这些人之所以 被骗 一个是空虚 一个是贪婪 一个是无知 一个是恐惧 所以呢 这是 我讲的这样的情况 在这里边 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这个实际上 有些人的 更深一步的研究 在理论上呢 这是一种叫做 强制性的控制 或者强迫性的控制 他是 就是 犯罪分子 使用 威胁 恐吓 心理技巧 有的时候是暴力 不是我们现在讲的 诈骗的这种情况 但是呢 都是通过这些手段 操纵 个人 违背 违背 其利益的 这样的行为 这专门的有一个词语 就叫做 这个 强制性的控制 那么 对于受害者来讲 通常呢 是进入了一个盲点 不管是因为恐惧 因为贪婪 或者因为感情上的空虚 然后呢 就进入了一种 偏执的状态 直到 这个 受骗 上当 有重大的损失 然后呢 才醒悟过来 这是我今天 受命 在这个 北美律师大咖啪的 讲座当中 要分享的就是 这个题目呢 就是 为什么 有这样多的人 会受骗 这是我讲的 这几个原因 我自己 非常粗浅的归纳 有这个 不周到的地方 请各位同行 还有 我们的听众观众 批评指正 谢谢 Vivian还给你 好的 谢谢志东律师 志东律师是这样 我们因为同步呢 在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也在进行直播 那周东发律师呢 也一直在帮我们看 这个网友 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那刚才呢 周律师呢 给我们 这个 讲述了 陈述了几个 这个网友的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 这个志东律师啊 在我问问题之前啊 就是说我 刚才听到志东律师 说自己是个老江湖 我脑子里面 就是飘出来一句话 就是 都是千年的狐狸 你还来跟我玩聊 这就是我刚才 听志东这样讲 然后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现在是这样啊 就是说 刚才有一个网友的问题 非常有趣 他说 还有人会骗律师吗 那不是找死吗 那么律师怎么会能被骗呢 我想问一下志东律师 就除了刚才 志明律师所讲的 那个案例以外 就是他自己亲身经历以外 有没有人就真正的 他的目的和对象 就是律所 您有没有听说过 或者是亲身经历过 这样的一些诈骗手段的尝试呢 来骗我的人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 幸好啊 我倒是还没有 试过足 这个 但是呢 这个 我觉得 我讲另外一个案子吧 就是 其实是跟律师事务所作业的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 比如说大家这个 做律师的都有信托账户里边 有的时候有客户的钱 我们现在在给客户转钱的时候 是真是特别特别的小心 就是严格的规定 一定是要 这个 就是 这个 我们叫做Wire Transfer Instructions 就是转账的这些信息 第一 不通过邮件 第二呢 一定要打电话 何时 我自己的一个客人的情况 这个 他呢 这个 在买房子 以前交了定金 明天要过户 然后今天呢 要把定金以外的 因为它是全款 这个 在芝加哥的南边 就是唐人街那附近 买一个并不是特别贵的 房子 几十万 那么他呢 前面付的钱以外 他后边呢 还要付个 这个大概二三十万块钱 这二三十万块钱呢 就是 这个 Title Company 这都是 也又是 可能把十年 十年以外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就有 Title Company呢 通过邮件 把这个 Wire Instruction 转给了 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呢 把这个 这个东西呢 又转给了客人 而且这里边呢 这个Wire Instruction 里边都讲了 你在转账之前 一定要打电话 给产权保险公司 核对 这个转账信息 那么这个当事人呢 他去的 银行转账的时候 就差了这一步 他打印出来 这个 这个 这个转账的信息 他完全不会有这个 这个概念 去核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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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件 就是 是不是 律师事务所 或者产权保险公司的邮件 而是呢 他只是 根据这个 就把账 转出去了 转到的地方 也不是 产权公司 最重要的是 他在转账之前 没有核实 没有打电话 去产权保险公司 去核实这个 转账的信息 是不是正确 那么 等到了过户的时候 他拿着东西说 我钱转了 抬头公司说 我钱 就是 一直没有收到 然后这么 核对来 核对去 一看 他转账的信息 和产权公司 发来的信息 很接近 但是不一致 这个钱呢 已经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也是转到 就是在美国的 非常大的银行的账户 收的这个钱 也是马上报警 马上怎么样 然后呢 是这笔钱 已经 已经消失了 就这个钱 早已经 而且好像当时就是 这笔钱就转到香港去了 我觉得在诈骗的 这件事情上 我们这个亚洲人 恐怕是 在全世界 可能占领先地位 这个也有可能 我说的这个是偏颇的 也有可能 这个诈骗 其他族裔的人 咱们没接触到 但是 这个 我想 想骗律师的 一定有 想骗律师身边人的 这种诈骗犯 更多 大概这样回答 美女律师的问题 谢谢 好的 谢谢这笔律师 律师刚才给我们进行了 非常精彩的这个陈述 他虽然似乎 刚才不是在严格的 就是去讲法律上的一些案件 或者是条款 但实际呢 是跟这个法律的实操上面呢 它是关联很大的 因为我们做律师的话 虽然处理的是法律上的问题 但经常呢 是要面对的 怎么把表象背后的 这个人性要剖析清楚 那么包括在 这个面对陪审团的时候 也是经常呢 要去 抛去这个 枯燥的法律的 一些条条框框 要把一个故事呢 讲得可信 而且呢 要把这个案件 背后的一些心理状态呢 也要分析得很清楚 那么 这个 就像刚才 自动律师所跟我们分析的 大骗犯呢 之所以能够得逞 显然 它是深暗人性中的 一些弱点 并且呢 利用这些弱点 来这个 慢慢的攻破 受害者的一些心理防线 那么它的一般的套路呢 都是先建立好感 然后搭建这个 情感纽带 然后呢 再慢慢的去 获取信任 最后呢 直奔主题 但是呢 也确实有像 刚才自动 就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 所举的这个例子 以及呢 知名律师所举的 这个在网上 进行数字货币 操纵的时候 出现窗口 这样的一些例子 那么有一些 这个新的手段呢 也确实是 层出不穷的 那么我本人呢 就处理过 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 那么其中的一个案例呢 就是在国内的 一家这个工厂 那么 它是要向 美国的一家工厂 去进货 合同呢 双方来来回回 都已经谈好了 那么最后呢 就是要涉及到一个 国内的中国公司呢 要向美国的 这个公司 去进行打款 那么 就在这个当口 那么这个 这个中国公司呢 他就收到了 所谓的 从美国公司来的 一封邮件 那么 这一家公司呢 粗粗的一看 没有仔细的去查验 只是看到呢 这个邮件 发送人 和他的这个邮件的 邮箱的地址呢 应该是和他 所认为的 美国公司的 对接的 这个地址 是一样的 那么上面呢 也确实是 清清楚楚的写了 美国公司这边 账户的一个姓名 然后还有他的银行的 一些打款信息 那么中国公司呢 就完全没有认为 这里面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于是呢 就把一二十万的货款 打过来了 结果打过来以后 再跟美国公司查验呢 就发现美国公司 一直没有收到 这笔货款 那再回到这个电邮里面 再仔细的去进行查验 就发现呢 他所收到的 这个打款的 这个具体信息里面 公司的名字呢 实际上是差几个字母的 那么再去看这个 对方的邮箱地址呢 也是和 这个真正的公司的 邮箱地址不是一致的 所以说呢 有可能我们在操作电脑 然后在使用电子邮件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过程呢 有可能已经被黑客侵犯了 不得不说 就这些人的手段 是非常高的